- 挑戰新聞挑戰您知識極限的大家好 我是陳雄薇 美中台三方的這個關係 從上一個世紀一直到現在 已經都超過半個世紀了 但還是牽連著非常深奧複雜 包括利益糾葛等等 非常難解的一些糾葛的問題 但是現在中國的國防部長 到了美國去訪問 建了一些華府的高層之後 彼此之間的一些互動 還有所放出來的訊息 似乎又牽動著三方一條敏感的神經 這麼重要的問題 我們先介紹來賓一起為大家來探究竟 首先介紹的是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雄薇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胡孝成 大家好 還有國際情勢的專賴月籤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的軍事記者施孝偉 雄薇好 大家好 同樣是資深的軍事記者吳明傑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東西兩大強權的國防部長 在美國碰了頭 這感覺上就好像兩隻水火不容的老虎 又不能夠撕破臉彼此在交手 但是他們這一次談的呢 釋放了些什麼樣的訊息內容呢 我們先看新聞 兩岸秀兵中國開火 中國官方首度公開向美國提出 如果美國停止對台軍售 中國可以考慮調整軍事部署 雖然美國沒有回應這項提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國防部長長萬全其異 中美成立專責工作組 探討解決美國對台軍售等問題 美國竟然表示認可 還認為這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為會談的這個內容呢 有合作 有共識 也有跟台灣有關 特別是軍售這個部分的一個敏感議題 中國願意調整他們的軍事部署 來換取美國不賣武器給台灣 這樣子的情況算是有突破嗎 沒有錯 中共的國防部長 到美國去跟美國國防部長會商的時候 特別提出願意以 就是美國停止軍售台灣 來換取中國的軍事部署調整方案 對不對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可是你要記得是 他是第一次首度公開 用官方的身份來公布這個訊息 事實上他在6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跟美國總統歐巴馬 見面的時候 雙方其實已經 習近平已經跟歐巴馬 提過這個問題了 我提過了 提過了 但歐巴馬的一涅一蓋的反應是 你講嘛 你講 我聽啊 當然我聽而已 我不評論 不評論 你可以講你的 但是我未必會評論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歐巴馬一評論 就代表美國國家的官方立場 沒錯 那我們必須小心注意的是什麼呢 是上一次是習近平提出來 可是中共的部分 並沒有正式就一個這個事情 進行一個新聞的 等於說發布類似的新聞 那麼為什麼這次公開發布呢 那很簡單 就是要創造一個 好像是繼承事實一樣 因為即便美國在這部分 並沒有反應 可是中共提出來 他們提出來一個說法就是說 可就此事進行雙方的工作小組 那當然他所說的部分有很多的部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 就中美 中國跟美國對台軍售的部分 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美方立刻發表了一個聲明是說 他們討論了一個幾個重點 包括反武器擴散 包括反海盜 包括網路犯罪的等於說 共同打擊的合作等等 但是這三部分 達成協議成立工作小組 可是就對台軍售部分 並沒有達成協議成立工作小組 那麼其實雙方講的也都沒有錯 美國人在胡孝成孝成兄口中 壞透的美國人 他的公理正義一向是以自己 國家最大的利益為主 所以他講話的時候 我們要自爭俱焯 每個字都有差別 他說就剛剛講的那三個 反武器擴散 反海盜 然後共同打擊網路犯罪的三個部分 成立工作小組 這個協議是OK的 但是沒有提論 沒有就這個所謂的 台灣跟美國軍售的部分 成立工作小組 這是你美方說的 對不對 可是人家中共講的是什麼呢 中共講的是他們提出來 他們提出來未必表示說 美國一定照單全說 但是美國國防部長說 可以討論 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那麼這個部分就要注意了 為什麼呢 也表示說美國在這部分 也釋出對中國部分的善意 那我們要瞭解 因為美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 為優先 所以他說你要先停止 中國這部分說 要停止美國的軍售台灣 然後我再考慮 這個調整我的軍事部署 美國人當然不吃你這一套 你如果前提是 我就全面 全面 立刻就全面的改變 我的這個對美方的軍事部署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釋出善意 停止對台軍售 那才有得談 對美國人來講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不要忘了 中國的航空母艦跟它的艦隊 已經突破了 以日本來台灣菲律賓為主的 所謂美國的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那麼你想想看 還要推到第二島鏈 對啊 如果台灣這個部分 美國把它放掉 不軍售台灣的話 那台灣就不是島鏈 那島鏈中間那個 你想想看 那個拉鏈 拉鏈中間是壞掉的 中間是壞掉 是躺開的對不對 那對美國來講 開什麼玩笑 那你整個勢力 雖然你表面上停止部署 你可以把飛彈 後退500里 明天再開回來就好了 不是一樣嗎對不對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還是以它的利益為優先 而不是以我們台灣的安全為考量 對 好 所以如果這個可以談成 不賣武器給台灣 接下來這個就要來請教 就是賴教授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願意放掉我們這個 都可以兩三倍的價錢 賣給我們這個 凱子爹這種生意嗎 又或者是換過來說 我們台灣願意就這樣 不當凱子爹嗎 我們現在擔心事實上 剛剛是瑞德兄講到的一個 怎麼說 就是反武器擴散 這個議題 他們要成立工作組這個部分 反武器擴散 你廣義的來講 美國輸出武器到台灣 是不是也是武器 是不是武器擴散的一種 如果我們這樣廣義解釋的話 那當然中共可以說 你輸出武器到台灣來 這是擴散武器 那我如果中共也 我大陸也輸出武器 到這個瑞德瑞拉 或是到古巴去 那到你中南美洲國家 中美洲國家 那對你美國你能不能承受 對 當然 這些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感覺就講好兩邊 看看能不能夠朝教授 都不輸出的這種意思 都不要擴散 那也就是說怎麼樣 能夠讓武器不要再擴散 然後讓世界的地區穩定 多一點 好 在這裡其實台灣 一定要特別重視這問題 真的 不要再認為說 國際的問題 大國之間 他們自己在談 我們台灣 我們只要管我們的 這個小事情 例如說台灣內部的事情 多關心一點 其實就已經搞不完了 是啊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如果不去注意整個國際的大環境的變化 有一天台灣就會出問題了 真的 因為很簡單 你看看 我們在二次大戰之前 在歐洲整個國家裡面 歐洲整個地區 德國 法國 英國這三個大國 就擺平了 歐洲的問題 也就是他們三個大國 大國關係 決定的權力分配 二次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史達林 俄國 丘吉爾 英國 羅斯福 美國 這三個國家 在亞爾達開了一個會 決定了戰後的權力分布 就是大國就可以講好 就講好了 對 就講好了 這叫做大國關係 好 我們就看到這一次 習近平到美國去 跟歐巴馬他們提出一個 新 我們講的新型的大國關係的時候 其實一直演變到今天 我們感覺 我們的研究分析裡面 我們感覺到 已經逐步逐步的在發酵了 對 就是有想要這樣子做 兩邊好像有這樣子的公式 有 朝這個方向的 如果在亞洲地區 是中國大陸跟美國人 他們兩個國家 開始要朝這個所謂的 新型大國關係 來分佈所謂的權力的 情況下的時候 中間的這些小國家 它本身可能就會被 這些大國所支配 就像我們在歐洲看到波蘭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所以日本也開始焦慮了 你會發現安倍這一任 安倍上來以後 這半年來這麼積極的動作 因為他開始焦慮 為什麼 因為日本 如果被這兩個大國關係 所支配的話 日本怎麼辦 所以日本自己要走 自己的外交了 你看安倍上來以後 到東南亞國家去 然後又到歐洲去 然後現在他休完假 馬上要去中東 然後接著到非洲去 很辛苦 對 跟以前的 歷任的首相完全不一樣 我們注意到了這一次裡面 雖然常萬全跟美國的國防部長 跟美國的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同時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他都說對於台灣的軍售問題 希望能夠來談 但是我們注意到的就是這兩位 美國的這兩位首長都沒有回應 也沒有說好 也沒有說不好 因為這議題太重要了 太嚴重 太敏感 要考慮 但是當他們提到的第二個議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組成工作組 來討論反武器擴散的問題 網路安全的問題 東海 南海的問題 對 甚至台灣的問題 放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態度就積極了 他們說這個可以考慮 那就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朝這個方向再走 所以他們就達成了一個協議說 下一次會談的時候 來就這個工作組的組成方式 運作方式跟怎麼樣來解決問題 議題的排列方式來進行討論 這樣的情形我們就可以知道 中美兩軍的工作組一旦形成 對 很多議題都放進來談的時候 這兩個大國談定了其他的 那就糟糕了 其他就只能聽話了 所以台灣必須要保持非常高度 對國際整個問題 對我們有關的國際的問題 要保持高度的關注 這個是我們生存的 重要的一個方法 沒錯 如果真的兩個大國談定了 是不是台灣以後 真的就沒有辦法再買到武器呢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議題 特別是中國在這一次 靠著國防部長的會面 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戰略考量 包括中國自己內部 是不是也會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引起一番討論 我們就要問明潔哥 其實這個 用對台軍售 去交換所謂的對台的軍事部署 我在這裡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這是兩年前 2011年5月的時候 相同的是中共軍方的高層 這個叫總參謀長 當時的總參謀長叫陳秉德 他訪問美國華府一樣 只是說陳吉次於國防部長 當時他講了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他說對台有駐防 但是沒有導彈部署 在我們這邊有駐防 不是 他是說在東南沿海有駐防 但是沒有所謂的導彈部署 所以他那個飛彈沒有對著我們 他當時的講法是這個 所以這個說法也引起花了 我們自己在國內當時聽得也傻眼 這真眼說瞎話 那這個我為什麼舉這個案例 如果既然中共軍方對台灣沒有所謂的 這個飛彈在內的這些軍事部署 請問你有什麼好調整 對 有什麼好交換 所以就是矛盾了嘛 這是自相矛盾嘛 中國在各種場合 不管是軍方高層或政治高層 在訪美的時候 其實過去二三十年來 經常都會觸碰到這個議題 每個場合幾乎都會談 所以老美非常清楚 這個北京這個 想要藉這個來反讀促統的這個手段 所以為什麼1982年 雷根總統當時會提出所謂的 這個對台六項保證 也就是說這個對台軍售 事前絕對不會跟中國來協商 那這有一連串的脈絡下來 一直到2002年 其實所謂的調整對台部署 最早提的是 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江澤民訪美的時候 也跟布希總統提了說 你如果願意停止這個對台軍售 那我願意撤飛彈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其實將近十年 陸陸續續是有釋放這樣的消息 只是說這一次的訊息 外界是說 這是第一次官方所謂的證實 不過今天我聽說 我們的國防部是有否認說 這個老美的確有這樣的承諾 願意來共同組成這個工作小組 我們的國防部是說沒有 對 那我回過頭來要談的是說 這個所謂對台軍售問題 其實現在不只是這個美國方面 或者是來自中國的壓力 其實我們自己台灣內部的 這個遇到的瓶頸 可能是影響未來對台軍售 也就是我們對美軍購 其實有很多的複雜因素在裡頭 才是真正的問題 這一份是美國今年 國防部4月的時候公布的年度的 2013年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 在裡頭其實很清楚提到 其實現在台灣 面臨最重要的問題 就對美軍購上頭 第一個問題是馬政府的國防預算 不到GDP的3% 怎麼一直在減少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準備實施募兵制 對老美來講募兵制非常昂貴又燒錢 那他們其實認為說 這個你會把未來的 所謂軍事採購預算給吃掉 對 所以 簡稱沒錢 沒錯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錢 可以買什麼 我簡單來講 報告一下 未來5到10年 我們現在已經編列的 包括F16AB的性能提升案在內 等等有四五個軍購案 加起來就已經5000億了 現有的 只是提升 只是要執行的 已經有5000億了 這中間還不包含所謂的潛艦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採購的 F16 CD 這兩個軍購案如果再加上去 其實就破造 那你未來每年的國防預算 一年大概3000億 有一半1500億 都是被人士費用辭掉 就是要募兵 你要再推動募兵制 可能還會提升 所以其實就算 美國要賣你F16 CD 買不起啊 其實我們現在是買不起 所以這個國防預算跟資源的問題 其實可能是未來 這個美國對台軍售 其實最大的潛在的因素 所以搞不倒是 不是我們不願意當凱子碟 是我們沒有錢可以去買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如果武器不擴散 這兩個大國 如果不能擴散 不要這樣子買賣的話 他們自己就拼命的蓋 這樣可以了吧 中國大陸這幾年來 這個軍事的費用 一直軍事支出 一直在提升 全世界都知道 不只先前什麼殲系列的戰鬥機 拼命的買 還有航空母艦 也是來了一艘 又要再打好幾艘 現在其實又有曝光的照片顯示出來 還有這種新式的飛彈驅逐艦 就連中國大陸也是在加緊趕攻 感覺上他們這個艦隊 就是要趕快推上路 這樣子新式的驅逐艦 到底有什麼梗在裡面 當然就要問校偉哥 中國大陸這幾年 新造艦的速度 你只能用下水餃 真的是下水餃 一大堆下就冒出來 這麼快 當然這個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2009年的亞洲 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機 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中國大陸對外接單的商船少了 這些造船廠的產能空了 怎麼辦 剛好解放軍為了要擴充 他們水面艦的艦隊實力 所以就拼命下單 所以你就看到這兩年 中國大陸的軍艦 真的就像下水餃一樣 爆出一台又一台又一台 真的真的是這麼誇張 他們現在最新的有個056 一個近岸巡邏艦 大概1500噸級的近岸巡邏艦 那個上個月在香港 噗嚨就成軍有兩艘 後面還有 然後後面還有一堆 那你看最新的 我們之前講 中國大陸的新造舵艦 從哈爾濱號開始 一路造下來 大概都是採取一個 很好玩的一個策略 叫做小步快跑 一個級別的船造個兩艘 一個級別的船造個兩艘 甚至只有一艘 兩艘 大概到了052C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覺得應該已經定型了吧 然後一口氣 砰砰砰砰砰 又來了 下了四顆大水餃 然後接下來現在 最新的是 那個江南造船廠 被人家拍到 還有兩艘052C 還在西裝 也就是馬上又要丟 兩個水餃下去 更可怕的是什麼 後面旁邊有 怎麼搞的 沒見過的新船 一查 哇塞 怪怪的 居然是一種更新的 叫052D 而且這個052D的 這個作戰的效能 對不對 估算來講 大概是目前 台海兩岸的這個 那個水面 那個作戰艦領中 性能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很大膽的 採用了垂直發射系統 因為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大量發射飛彈 以美國的伯克級為例 它基本上是一秒一發 因為它前面打一枚 後面也打一枚 等於說兩秒鐘 就兩枚旁邊飛彈就升空 或者兩枚戰斧飛彈就出去了 所以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052D這個船 它未來 建造到大量的建造 最主要我們看 還是為了 為什麼呢 為了中國它未來 第一它自己本來 要建成他們的航空母艦的編隊 因為你航空母艦 不能只有一艘遼寧號開出去 遼寧號開出去 那航空母艦本身也要撐頭 特別是我們也講到 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跟西方航空母艦 基本上是美國的航空母艦 基本上兩個不同的故事 遼寧號它完全是俄羅斯 在首次作戰下 所產生的航空母艦的產物 而跟美國的那種 公式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飛機只能自我防禦 另外再加上它旁邊的艦載機 所以它的艦載機 它的水面護衛艦 數量要更多 而且火力要更強 才能夠有效的防衛它自己本身的艦底 不過剛剛講到美台中軍售的問題 我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觀點 要提供一下 就是第一 美國它之所以出售武器 從來以前到現在 只有一件事 要符合它自己的國家利益 第二 要照顧它國內的軍火商 至於你買售國的 這個 買售國的情況與否 其實並不是它最重要的考量 另外其實關於這個工作組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玩的見解 這個工作組你要用德文去想 這個詞它叫什麼 Arbeit Group 用德文講 Arbeit工作group 那個團 這個詞到了美國 Arbeit Group等於什麼 變成一個相對應的德文字叫什麼 Auf Wiedersehen Bye Bye 是有這樣子的海地在裡面 其實就是好 我們成立一個工作組 這基本上就給你一個軟釘子碰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今天國防部的回覆 也還是有點道理的 所以原來有這樣吊詭的情節在裡面 但是我們剛剛講了 其實中國跟美國現在看起來 雖然是像在競爭 但是其實早在1970年代 他們就彼此已經是 眉來眼去情同意合了 美國這個老大哥在那個時候 其實早就想要把我們這個台灣 給這樣棒賽跳 結果原本講好了 現在美國的國務院 自己解密的資料 真的就證實了 當初想要跟我們那個 簽下離婚協議書 真的就要說再見的時候 原本還要給緩衝期的 但是姻緣際會最後呢 只給我們幾個小時的時間 這麼狠心 這麼絕情 我們千萬不能夠承認 美國人是復興漢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嫁給他們過 以前不是都靠他嗎 翻開台美的關係史 你就發覺美國人真的壞透了 真的 又壞透了 裡面的話還有兩個壞批子 一個叫尼克森有沒有 背著我們偷偷摸摸地 跑去跟人家的優惠 後來就成績了 這個尼克森的這樣子的一個 成果有沒有 為基礎 後來之後呢就宣布 跟我們斷交了卡特 卡特總統 這兩個最壞 壞中的基品這樣子 那根據美國最新的國務院 他解出來這樣的文件 也顯示出來 當初卡特有沒有 當初卡特有沒有 跟我們斷交之前的時候 本來他們規劃的整個時程是六個月的 然後呢 預告的這個警告時間的話 就是讓我們哭完就對了 六個月慢慢就哭了 他規劃六個月 讓我們哭 哭三個禮拜 哭三個禮拜 所以三個禮拜也跟你講說 我要不要你囉 我跟你講 我要分手 要撤一下這樣子 你不要再纏著我 結果呢 本來是要給三個禮拜的 結果後來就因為怕 就是說國會知道之後 會反對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美國國會 對中華民國有沒有 是力挺中華民國的 他對中國大陸有很多的不信任感 那後來那怎麼辦呢 所以卡特有沒有 就在給他的國務卿裡面的一個 就泛習這樣子的一個 文件裡面的時候 曾經有寫過大量的一些這種 有要求不准散播 不准複印有沒有 還有另外就是說要一小群 一小群是什麼 知道這個事情的 在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建交這個事情 就一小群的人 在我的辦公室裡面才能知道 他在空白信簽上面的時候 也寫過這些東西出來這樣子 要最高層核心才可以知道就對了 你要不要懷疑這個人 這是壞的事實在 真的是壞到不像話 對啊 美國國會的 國會議員他都敢瞞你知道嗎 結果到後來最後的時候 在整個秘密作業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他是在斷交前幾小時告訴我們 蛤 就是說我們是到幾個小時 不是天 不是周不見 已經不是天了你知道 八個小時 他只給我們八個小時哭啊 八個小時的時候有沒有 他還有宣佈了有三個原則嘛 這三個原則是斷交 廢約 撤軍 所以這真的就是過去 我們中美台三方的 這個就是血汗的歷史 條單新聞先請大家稍後片刻 廣告回來還要告訴大家 中國在提升軍備 其實他們的飛行員 彼此之間也是要競爭的 如果是中國第一名的飛行員 你還可以得到一個金頭盔的獎勵 馬上回來 好 從前我們看電影捍衛戰士 這個美國空軍 由阿湯哥領軍受訓 飛行的多帥氣 練了精實的一個戰力 但現在中國已經串起來了 大量投入國防軍備 其實中國的現在飛行員 他們彼此之間要競爭 也是有像比賽一樣 好像運動比賽在競技一樣 你真的是最厲害的飛行員 第一名的飛行員 還可以得到一個黃金金色的頭盔 是不是黃金不知道 要問夏偉哥 那個頭盔 其實我在珠海看過 它其實是一個頭盔 底色是金色 然後上面有好幾條彩帶 那是一個榮譽 這個榮譽由何而來呢 就是最近中國大陸 他們之前在甘肅內陸的 頂星機場舉辦一個什麼呢 就是他們舉辦 他們自己所謂的戰術總驗收 對比我們這邊的相同的演習 叫戰術總驗收 其實它這個整個演習的方式 是模仿美國的紅旗演習 Red Flag演習做的 那Red Flag演習 它基本上 它所有的人員 集中到一個地方 開始進行演習之後 它會分成紅藍兩個隊 Blue Team 然後Red Team 對不對 然後雙方開始進行攻堅 何謂攻堅呢 就是其實它跟整個作戰的程序 是一樣 早上起來大家都各自 先有一個總提示 大家所有人對今天整個場面 這個或說整個空域 一個綜合的一個說明以後 大家就各自帶開啦 就帶開啦 帶開啦 紅隊的去做紅隊的 我們講做飛行任務提示 藍隊的做藍隊的任務提示 因為你要怎麼樣攻人家 或說你要怎麼去誘導人家 來攻擊你嘛 這當然是不能讓人家知道 打仗兵不厭戰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這樣 那等到大家都已經演練差不多了 那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所謂的對空科目 也有對地科目 那對地科目呢 他們就會去模擬 攻擊一些既定的那些 攻擊的那個地面目標 那你在進入攻擊的過程中 你要去閃很多這種電子干擾啦 然後模擬的防空飛彈啦 就像作戰測試一樣 對其實一模一樣 那空戰的話就是雙方 指定空域 然後進入以後對不對 用雙方互咬的方式來接戰 所以電影捍衛戰士裡面 也有演類似的橋段 電影捍衛戰士裡面 他當然是模擬接戰 甚至就是F14跟當時 其實模擬這個米格28的F5 那個各位有看到那個 阿湯哥的那個 他後面那個有一個 試劑一比對不對 被比的那個人 後來還幹到太平洋指揮部 指揮官喔 對啊 他是一個美軍飛行員嘛 OK那題外話 但是就美軍來講 就或說不管是美軍 或是我們那個中華民國國軍 或是那個大陸的解放軍 他們現在其實解放軍 在接收殲-10戰機以後對不對 其實有一點很大的變化 就是跟過去他們習慣的 米格19 米格21那個時代 那個俄羅斯系的 那個戰術戰法跟概念 他們把他們秉棄了 他們現在開始用西方的規格 來訓練他的飛行員 用西方的規格的戰術戰法 來對抗西方 其實你看這是他們發現 因為這很有效 因為以往在俄羅斯 俄羅斯就前蘇聯 他們對於戰鬥機的 飛行員的概念是 基本上你是一個飛彈載具 你把這個飛彈裝在飛機上 在上天空以後 接受戰管指導 到了指定空域 這個就是那個鏡頭盔 這個就是那個鏡頭盔 然後咬到了敵方對不對 砰砰就把那個飛彈丟出去 丟出去之後 你就完事了 你就回來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 美國人的這個戰術的那個教法 他很重視這個所謂的纏鬥 也就是說你飛機上去以後對不對 大家能夠經過4巨外 然後4巨內的攻擊 4巨內的那個還要纏鬥 然後纏鬥出一個結果 然後開始比分 那個定下高低程度 好的獎勵 不好的大家拿出來檢討 那當然最後總積分 最高的幾個人 10個人就可以來 拿這個所謂的金頭盔 拿了金頭盔的 其實基本上來講 這也就是中國大陸 各個戰區的這個 各個的這個飛行師的 這個飛行員之間 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武林的這個大比拼 大比武 然後一個這個 就是最好的是戴這個金頭盔 對不對 對 最好的 他最後會有這個總評分 然後各個機種 不同機種比出來 這個全部全10名 頒給你一個金頭盔 你這戴這一年 金頭盔真的用個黃金 那感覺我們夜市有在賣 真的是 對啊 有點過 那個五七七小明羊 那個什麼那個 小朋友在騎著那個樣子 路邊有看過啊 那也給他撐頭一點 好 題外話 但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一直在這樣 提升他們的一個軍備 其實不只是這個美國 我們要擔心 其實它的附近周圍的國家 其實都有在擔心 像現在又有新聞傳出來 就連越南都已經打算 要跟這個俄羅斯 來購買這個蘇凱30的 這個戰機 也是要買12架 那到底是想要幹什麼 買這麼好的戰機 是要對抗中國大陸 還是要針對台灣 還是附近這些南海 這些島的問題呢 我們就繼續問明杰哥 越南最近跟這個俄羅斯簽約 採購了這12架蘇凱30的戰機 花了大概8億美金 預計是在2015年交機 其實越南在先前2009年的時候 已經買了8架蘇凱30 就是MK2型的 這一次等於追加了12架 這一次的更新是MK2V 就針對越南的外銷型 總共加起來有20架 在將原本越南部署在327師 原本就有15架的蘇凱27 等於它現在其實有 總共有35架的蘇凱機隊 談到蘇凱30 其實我覺得未來南海地區 可能是蘇凱30的戰機的天下 很有趣的 除了越南之外 其實現在中國已經買了近百架 這個蘇凱30 它自己甚至改良 改裝變成所謂的殲16 包括印尼也買了 馬來西亞也有 南海那幾個國家 這些周邊的國家 幾乎都是用蘇凱30 更遠的印度不要講 印度買了147架 但是那是離南海比較遠 但是整個南海的周邊國家 很妙的都採購了蘇凱30戰機 當然越南你說它是要對抗 所謂的中國在南海 這個爭議上面的問題 不過我想它用來對中國 可能你12架的數量 對不了 你剛剛講他們100多架 沒錯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 跟解放軍對抗 但是它拿來對誰是有用的 對菲律賓 整個東南亞空軍最弱的 菲律賓其次就是我們台灣 就我們啦 我們台灣在南海地區的 這個太平島 我們現在太平島上面 雖然後來經過國民黨立委 林育方這不斷的布局之後 島上的這個裝備 當然是有稍微提升 但是那個還是在很低的層次 還是不夠 就是說對空的這個20機炮 換成40機炮 這其實射程稍微遠一點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在上面部署更好的武器 其實一個關鍵就是說 這個美方的態度 美方不希望你台灣 因為太平島 局部改變了整個周邊的 這個武力的平衡 但問題是周邊的國家 不斷的在提升 就只有我們是非常聽老美的話 其實之前立委就建議說 為什麼我們不把我們自己 國造的這個叫天津一型飛彈 放到島上 你美國這個不同意 我們就是拿所謂的赤震飛彈 低空的這個 你這樣反空的這個 赤震飛彈上去 我們有國造的 建議飛彈也可以 你上去至少可以嚇阻 你像這個越南去年 就用蘇凱27 去年6月的時候 就整個到它的南海 它的所謂它自己的島嶼 去做徵詢 未來如果有一天 又拿到蘇凱30 其實你太平島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有任何的防禦 我們也飛不過去 更值得質疑的就是說 我們在太平島上面的 這個飛機跑道 本來有一個這個擴進要延伸案 國防部跟海巡署到現在 誰要編這個預算付這筆錢 都還在呼踢皮球 你講到錢就糟糕了 你連跑道延伸都不願意見 更何況其實我們的F16 現在的AB就算upgrade之後 也沒有辦法 沒有空中加油的情況之下 你也飛不到太平島 所以你在太平島上面 你只要沒有強化你的防空的 這些武力的話 其實越南這一批戰機威脅最大 我想是我們台灣 搞半天吃虧的還是我們 剛才明傑兄講到我們的飛機 其實我們的飛機的飛行員 他們本身有空中加油的技術 有技術 有這個能力 而且我們的飛機上也有這個裝備 但是我們沒有空中加油機 沒有假期 現在就是沒辦法解決 好 但是剛剛講的是 天上在飛的一個問題 現在蘇凱系列在南海這個地方 國家大家都在搶 其實再往北一點 我們繼續往北看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最近好像大家好像在比軍事武器 剛剛先前講到 中國大陸在造新的船下水餃 然後這邊要買蘇凱戰機 日本也真的是不甘失落 現在公佈他們新型的坦克 這個坦克到底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很重要問夏威哥 這個日本的10式主戰坦克 主戰車 它其實已經有發展有一段時間了 大概它是其實 這個戰車很特別 就是因為當時日本 它上一代的 上上一代的主戰坦克是744 其實那個744坦克 現在這個是另外 這個是應該是另外一種90式坦克 它那個後面那個 這個才是10式坦克 它那個90式坦克 是日本G744坦克之後 發展那個戰車 那時候大家一看這個坦克 奇怪 感覺怎麼跟德國的鮑二是長得很像 是不是 因為他們講 這個日本的F2戰機對不對 他們稱為平成零戰 但是是被美國人給RAP的 你知道嗎 RAP出來的結果 被F16給RAP了 那我們是看到這個90坦克 這個坦克 是不是被德國的鮑二式坦克 給RAP出來的 然後但是他們的10式坦克 基本上他們就針對了原先 90式坦克的這個缺點 作為一些改正 因為畢竟就是 日本的這個道路啊 其實你如果去日本玩 你就會發現 日本的路其實又寬又窄 90式坦克做的是以德國鮑二式的 這個大小Size去設計 很寬又大又重 你看這兩個一擺 你看兩個一大一小 這擺的就很明顯了 對不對 但是上面砲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個德國藍茵金屬公司 輸出給日本 在日本它自己煉鋼身的 這個120的滑膀炮 這個炮的威力非常驚人 日本的這個新的10式坦克 它又做得比較小 而且它的越野性能更好 另外它在路上跑起來速度更快 可以跑到70幾公里 這坦克車跑到70幾公里 坦克車這種鋁帶車跑到70公里 這個日本最早 我剛剛講的744式坦克 你可以看到744到90式坦克 到現在最新的10式坦克 日本的坦克車 基本上真的是有三代 不同的面貌 而且它這個車 它整個車設計得非常的低矮 然後另外它可以使用 新式的所謂的複合裝甲 反應裝甲 通通裝在上面 人員跑去炸它或戰車去轟它 它的戰場生存度都很高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戰車 基本上來講 它這個你說是地表最強坦克嗎 到地表最強 我倒是還對這個看法有一點點保留 但真的很厲害 對 但真的很厲害 以目前以日本來講 日本要那麼厲害坦克幹嘛 所以還讓人覺得 它想幹嘛 而且就是在這個時候 它想幹嘛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戰車 做出來以後 但是你看 日本它現在本身的 兩棲登陸的數據又有限 所以說它真的要去躲島嗎 或者說是反躲島嗎 這其實就蠻令人萬味的 因為你如果說真的要去躲島 日本現在有這個 六艘這個氣墊登陸艇 這六艘氣墊登陸艇 一艘只能載個一輛 你真的 就塞滿了 對 就塞滿了 對啊 六艘那個六艘氣墊登陸 一艘只能載個一輛 所以你這個真正能夠 拿這個104坦克出去 我覺得問題也還是很大 所以最主要這個104坦克 它主要的功能呢 還是用來他們自己的國土防衛 所以呢 但是呢 現在至少是展現了 他們真的日本的現在呢 也是在想辦法提振軍備的 一個感覺啦 好 但是呢 那講到我們戰爭呢 真的是很殘忍的一件事 我們看了最近呢 各個在亞洲這幾個國家呢 都有在提升軍備的一個情況 我們如果再往這個 西邊一點看過去呢 其實在敘利亞呢 這幾天是傳出了 非常讓人遺憾跟震驚的一個消息 因為呢 真的就是因為他們內戰的關係 竟然發生了用化學武器 真的在攻擊老百姓 真的是在戰爭的戰場上面 用了這種化學武器 而且這個產業 真的是非常的殘忍 已經超過了上千人的死亡 我們就來看這個新聞 21號凌晨2點多 敘利亞首都大馬 是個郊區的印塔爾瑪 撒瑪哈韓約巴 遭到火箭炮彈攻擊 一陣彈如雨下後 各地哀鴻遍野 但讓民眾倒下的 不是鋼鐵槍炮 而是上途再有的化學毒氣 孩子在地上抽搐掙扎 覺得呼吸困難 瞳孔收縮 喉吐白沫又窒息的痛苦表情 有專家推測 即是沙林毒氣中毒 反對派控訴痛下毒手的 正是早有前科的敘利亞政府 這不是敘利亞首次傳出化武攻擊事件 但如出一策 確鑑的死亡人數 因外界不得進入而無法統計 阿塞德政權也再次否認動用化武 美國則強調 無論是誰所為動用化武 就是不可接受 國際社會敦促聯合國 要立即針對此案進行調查 白宮也強調 阿塞德政權若心裡沒鬼 就拿出誠意配合 讓相關人員進入 而安理會已經在21號下午 緊急召開會議 會中達成共識 要讓毒氣殺人事件 真相水落石出 但沒有明確要求 仍在敘利亞的聯合國小組 立刻展開調查 現在已經是2013年21世紀了 既然在戰場上 真的就有人嚇出了這樣的決定 動用化學武器 我們剛剛看到新聞上面 你這個人真的是連躲都沒有躲 這是非常殘忍的一個行為 可是真的就有人做了 不管今天犯下這樣的罪性的人是誰 都是非常的混帳中的混帳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使用的是 生化武器裡面的砂林毒氣 是非常毒的 就是東京砂林毒氣 沒有錯 東京地鐵 砂林毒氣攻擊事件裡面的毒氣 而且攻擊的是無辜的老百姓 當然敘利亞政府軍本身就擁有 中東地區最多的生化武器 所以他的嫌疑最多 那麼在星期三的凌晨 兩點多的時候 突然間在等於說反抗軍所掌控 大馬士革附近的城鎮 突然間有大批的炮彈 跟地對地的導彈 飛彈直接打到他們這個地方 爆炸了以後 以前就有這樣的爆炸事件 可是這次爆炸以後 根據現在po在網路上 YouTube相關的一些 等於說畫面可以看得到 老百姓被 等於說不是被炮彈跟他的殘骸給打中 可是尤其是小孩子 應該是說小孩子他的抵抗力比較弱 容易被這些生化武器所攻擊 結果以小孩子為主的這些罹難者 同時出現口吐白沫 那麼瞳孔急續的收縮 然後身體這樣抽出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抽筋這樣子 然後開始像出現窒息的死亡 然後開始倒地不起這樣子 尤其有一些畫面是 有些男人 男人他們他在大街上面 直接要衝進去屋子裡面 他可能要去救他的孩子 結果他也是出現這些 口吐白沫 就倒在路上 或者倒在樓梯間這樣子 那麼其中有一些 等於說拍攝者 他有進到屋內 他令人看得更難過的是 因為是凌晨攻擊對不對 有些人甚至於他其實是死在 自己的這個房間的這個床上 然後一樣 口吐白沫一樣這樣死在 包括小孩子 包括大人等等 看起來像在睡夢中 睡覺中 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那麼今天包括台灣的報紙 都有用那種很驚悚的畫面 來告訴大家 這個恐怖攻擊事件有多可怕 一排的孩子這樣無辜的孩子 長得這麼可愛的孩子 就這樣被砂林毒氣活活攻擊 這樣給害死對不對 非常的可惡 尤其是他是在聯合國的調查小組 剛抵達沒幾天 才剛到 對 反抗軍當然現在宣稱是政府已經幹的 那政府軍出來就說不是我們幹的 包括俄羅斯的大使都跑出來替政府軍 等於說消毒說不可能這樣幹 一定是反抗軍這樣污衊的 那因為俄羅斯本身就是支持 等於說敘利亞的政府軍 所以他當然聽他講的話 不夠公允客觀就對了 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敘利亞他們這個政府軍 選擇在聯合國的調查小組 到了以後 而且發生這樣的 砂林毒氣攻擊事件的地點 竟然距離他們這個聯合國調查小組 下榻的飯店沒有幾公里 很近啊 那就表明了是在挑釁 你知道嗎 表明了是在挑釁 而現在敘利亞的內在 已經死快要10萬多個人了 大概我們前幾天講到 埃及死了大概1000多個人 敘利亞更嚴重 10萬多人 所以如果今天他真的用 砂林毒氣的炮彈攻擊 一般的平民百姓 讓他們死亡這麼多人的話 如果聯合國在做事不問的話 這個地方即將會成為人間的煉獄 真的是很殘忍 透過新聞的畫面可以一目了然 其實還有一個畫面傳出來 我們接著馬上就來看看 其實是一個倖存的一個小女孩 她的父母都在這波攻擊裡面 已經身亡了 但是她的這個哭嚎聲 真是讓人聽得會於心不忍 一起看看 人是有側隱之心 所以看到這樣的事情呢 就算我們不是當地人 我們是外國人 好像跟我們沒有什麼關聯 但看到真的都會於心不忍 跟她那個小女孩就是毒氣下面的倖存的 她一直在哭喊著 就是說還好她有活下來 有活著她還活著 但可以看得出來她有多麼樣的惊恐 所以敘利亞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還有這邊支持這邊 這邊支持這邊 這樣的一個國際形勢 當然要請教賴教授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攻擊事件 因為敘利亞的內戰 兩年來已經人數一直攀升 剛剛瑞德雄已經到10萬人 可是問題就是到目前為止 還問題難解 解不了 那英美法想要介入 因為他們想支持反抗軍 可是反抗軍的成分也很複雜 有一支是蓋達組織 所以這個很麻煩 就變成美國還會支持蓋達組織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又不通 但是政府軍有俄國支持 所以當英美法要支持反抗軍 對付政府軍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上一次普京在坐飛機 在坐飛機在途中 就下達他的地中海艦隊 把他的船 把他航空母艦 唯一一艘航空母艦 就拉到敘利亞的門口 然後阻止這個英美法聯軍的進攻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就看到不同的 俄國政府支持敘利亞的政府軍 英美法支持反抗軍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個砂林毒劑 就是使用這種生化武器 這是所有國家的最後底線 這全世界都不能容忍 對 因為這是違反 違反武裝衝突法 而且使用者一定要送到 這個國際法庭去承辦 這是戰爭罪犯 對 這很嚴重 這是一個戰爭罪犯 你可以用砲 你可以用槍 但是你用到這個 真的中海彈 對 因為砂林毒劑 是德國人發明的 德國人當時是 在發現了這個東西 發現這個飛機 發現這個東西以後 本來是要用來做殺蟲的 殺蚊蟲的 可是後來德國的 這個軍事領導人發現 他的軍事價值太高了 所以開始在把它研發 要把它做成武器 但是還沒有做成的時候 戰爭就結束了 結束以後 可是這個技術 這摸號 就被人家傳下來 傳到現在 跟各位觀眾介紹很簡單的 0.6毫克 0.6毫克不是功課 毫克 這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就可以殺死一個 60公斤重的成年人 吸進去就再見了 吸進去 1公斤可以殺死100萬人 這跟好萊塢電影拍的 就真的就很像了 那是什麼毒氣要一看 整個城市就完了這樣 這無味液體狀 所以它的燃點在159度的時候 一旦被激發燃燒 就完了 產生蒸氣的時候 它開始我們透過眼睛 呼吸道 皮膚接觸到 所以您 就像剛剛畫面看到 剛剛看到的 它一旦感受到以後 就開始把你的交感神經 跟中蘇神經把它摧毀 這真的是很殘忍 對 所以他們會開始產生嘔吐 後遺症還很多 所以它現在大部分的人 如果量到0.6當場死亡 沒有到0.6的它後面的後遺症 開始流口水 瞳孔縮縮 肌肉縮縮 產生壞響 然後到時候它失去自主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是 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非常不人道的 現在的情形是 雙方各有指控 對 這樣到底是誰幹的 也查不出來 這樣怎麼查 大家也懷疑是栽贓法 例如說反抗軍栽贓給政府軍 也可能是政府軍 栽贓給反抗軍 但是不要忘了 前面已經發生兩次小規模的 聯合國也介助調查 沒有查出結果 就是確定有用生化武器 但是誰弄的不知道 但是誰做的不知道 所以聯合國的小組 還沒有離開 這個時候又爆發更大的衝突 如果還是查不到怎麼辦 以後就一直看到零星 這樣有這樣子 這種沒有人道的 這種攻擊方式 對 我們希望趕快查出來 查出真相來 然後好好的對於施放者 給予制裁 我覺得虛擬的問題 一定要趕快解決 對 這真的是要給予 嚴厲的一個制裁 所以不然的話 看到這麼樣慘無人道的畫面 我相信沒有人會受得了的 台灣新聞 在你大家稍後偏個廣告回來 要看到我們台灣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國軍 到底陸海空的三軍 是應該一加七呢 還是像現在新聞說的 有一種內鬥的情況呢 我們馬上回來 好 節目回來 一起看看盛竹的時間 一起看看歷史上的今天 發生的一件很有名的一件事件 叫做杯酒士兵權 一起看看 歷史上的今天 西元961年8月22日 宋太祖 趙狂印 杯酒士兵權 除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還成為一種歷史的典範 唐太宗說過 以古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仁為敬 可以名得失 宋太祖 趙狂印 是靠著 陳僑兵變 而統一天下 加上唐朝末期 到五代十國的期間 諸侯征戰 殺伐不斷 宋太祖 其實在位期間 就明白 諸侯割據 各擁兵權的嚴重性 所以 在宰相趙普的建議下 想出了 杯酒士兵權的方式 削弱藩政的權力 強化中央集權 宋太祖 在酒宴上 採取剛柔並濟的方式 一方面暗示 他對於諸侯掌握兵權的不安 一方面 又提出豐厚的待遇 鼓勵這些將領們 結甲歸田 開心的安享天年 果然 這些將軍們 就陸續地稱並辭職 而宋太祖 也一諾給予他們豐厚的退休金 如果對比 漢高祖劉邦 明太祖朱元璋 為了避免被兵變 而誅殺親信功臣之舉 相比較 宋太祖的杯酒士兵權 反而被視為一種 祥和的典範 雖然近代有些歷史學家 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但杯酒士兵權 仍舊是頗為人知的經典故事 挑戰新聞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謂槍桿子出政權 看起來好像都有幾分道理 所以能夠掌控兵權 就能夠有權 現在我們在台灣 新任上任的國防部長 根據媒體的報導 也有一些動作 要做人事的安排 那真的 是不是像媒體報導 那麼誇張 有真的所謂的 天上飛的跟水裡遊 要聯合來對付 路上跑的這種事 先問明潔哥 廣布有出來澄清 就是說8月20號的確有這個會 但是中間檢討的這個降級人士 其實是只有15人 就沒有那麼多就是了 對 那15人裡面的比例是 陸軍9人 海軍5人 空軍1人 反而陸軍的比較多 變成空軍好像是最少 但這個訊息我也還是存疑 就是通常這樣的狀況 其實有可能還有第二波 不會只有一波就結束了 那當然今天這個 相關媒體報導裡頭提到 就是說這個 有幾個重要的上將職務 可能未來可能怎麼佈局 但是不管這個 今天提到譬如說 過去曾經擔任馬總統 首位這個世衛長 這叫陳天勝 他可能有望升這個 副總長兼執行官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滿高的 因為他如果這個 接了這個執行官位置 他升上將之後 這目前的這個 上將的比例 陸海空就變成是3比2 維持3比2比2 那就還好 但是再加一個 空軍如果再加一個部長言明 他是已經退役 其實是3比2比3 空軍還是維持3人 但是中間我覺得最關鍵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要觀察是9月1號 陸軍司令李翔咒 到底會不會離開 我想以現在的人事布局來講 總共有7名上將 陸軍還是佔了3名 那李翔咒如果在9月1號離開的話 他的位置空出來之後 非常有可能是兩個人來接 一個的話就是已經這個高升 其實比陸軍司令位接更高的 軍備副部長 這個叫嚴德發 另外一位他是入關44期的 再另外一位是叫邱國正 他是國防大學校長 他是入關45期的 但不管是誰來接陸軍司令的位置 原本他站的那個上將缺 勢必要騰出來 騰出來之後就非常有可能被海空站走 那如果李翔咒走人的話 簡單來講 就是說未來陸軍站的上將 可能會從3個減少到剩下2個 所以我想不管是 這個國防部或陸軍司令部 內部都極度不希望李翔咒離開 因為這對陸軍司令的 這個陸軍的勢力的壓縮非常大 海空聯合起來的確就可能會 整個壓制陸軍的勢力 所以連位置都這麼有學問 賴教授你怎麼看 因為曾經都是我學生 因為我在以前 我們教了一群將官班的學生 也教了十幾年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台灣你看 前段時間洪仲秋的案子 沒有多久 那個嚴明上來了以後 只要人是稍微異動 馬上又傳出說誰鬥誰誰鬥誰 哪個軍總鬥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種舊的觀念 舊的思維真的應該要放掉 就不要 也不要老是在每個軍總 每天在計算自己的缺有多少 好像一定要把自己的缺抓得緊緊的 我覺得應該要考慮到是整個國家 整個國軍的一個發展方向 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樣一個中華民國 這個海島型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裡面 它本身到底應該 應該怎麼樣來進行防護 是最好的 我們的戰略是最好的 當然很明顯的 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海空軍一定要優於陸軍的 因為你除非你 我們是海島國家 除非你本身是要反攻大陸作戰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賴老師你現在在講 反攻大陸作戰是天荒夜談 不要再提了 好 我們就承認 我們就是一個海島型的 海島型的情況下 你當然就是以這個海空為主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又有一些 離島上的主權的問題 釣魚島跟太平島的問題 所以你海軍陸戰隊 還是要有一股作戰的 一種能量 包括特種部隊的 這樣一個作戰能量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朝 自己一個國軍 國防 應該怎麼發展方向 而不要老是各軍種 本位主義那麼重 如果閻明一上來 你說他把人事做調整 就說他用海空去壓陸軍 我覺得這個觀念都太舊 而且也太落伍了 也不應該 因為閻明也不會那麼沒有 沒有Sense 沒有任何政治敏感度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 給這些一個新任的國防部長 一個更大的空間 讓他按照他的軍事專業 讓他按照他的先進的挑戰